大家好,我在香港回到英國也有兩個星期左右 很多人問你會不會來出席書展 這件事真的有點遺憾,其實出版社會方面也想過 在書展的時候舉辦一個分享會 讓我有機會直接去面對大家 有機會多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很不幸,因為我要搬屋 剛剛我在租約完的時候,就在七月初七月中 所以我就要趕回來,交回舊屋出來 然後又搬回到新屋那裡 現在還是糯糯亂的 所以今年真的很遺憾,不能有機會再接觸大家 希望遲些再回到香港的時候有機會 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那又先買一下廣告 大家如果還沒買我的新書 Dr. Rex醫學幼稚園的話 裡面有很多很有用的醫學資訊 可以去三中箱、成品書店、天地圖書 或者Hong Kong TV Mall的網站那裡訂購 今天又說一些閒話家常的東西 講一講,我在香港回去 即我兩年沒有回去,有什麼印象 還有我到底買了什麼手信 不知道叫不叫手信 總之買了什麼回來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還有最後也介紹了兩間平民食肆 但是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去幫襯一下支持一下小店 我回到香港 感覺很奇怪的 我兩年沒有回去 但一回到去 每樣東西都好像自動波一樣 那你回到去 每樣東西都很熟悉的 即交通、環境、聲音、氣溫 各樣東西都很熟悉 那感覺很奇怪的 我女兒都是這樣 感覺上好像沒有離開過 可能在香港時間太長 在英國時間太短 那份子沒有太大 那份子太小 那變了你的腦子 那感覺是很有趣的 那我感覺上 就真的少了人 我覺得街上 不是沒有人的 有些人說什麼百業凋零 沒有人 又不是的 不過是少了一段人 比起最興旺的時候 香港那種周圍都比較好吵 人家好吵 真的就少了一段人的感覺上 我這次也買了一些納納雜雜的東西 其實應該說 今天在英國 大家以前對英國有個印象就是劣食之國 它本身的食物真的很劣 不過是因為近年可能多了一些移民進來 尤其是好像倫敦這些地方 真的聯合國什麼人都有 就是你吃那些什麼尼日利亞菜 開菜、河比亞菜 就是中國菜也不用說了 中國菜的各個菜系都有 點心那些也不用說了 再加上那些中東那些 就是那些什麼黎巴嫩菜 Kurtis 就是富爾德仁菜 芝拉克那些食物 其實就什麼都有 當然你這裡的不好處 你出去吃就是貴 但是你要吃其實都不是吃不到的 都不是能夠說不好吃的 不過因為你在這裡生活了 你自然會自己煮 所以我這次買回來的東西 都是給自己去煮東西的時候用 雖然有很多亞洲超市 中國超市都賣很多東西 當然也是貴 但是有些東西就比較難買到 所以這次我買的東西 可能適合我自己的口味 不過也跟大家推介一下 那第一件事要跟大家介紹 就很簡單 其實這個就叫做 咖喱膽 這個叫做 咖喱膽 英文叫 Curvy Breader Breader 就想起膀胱 不知為什麼這樣譯 總之就是咖喱膽 這樣 那這件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說起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屋邨小學 屋邨小學是一座有六層的小學 那門口早上的時候 有一堆小販在賣早餐給小孩子吃 其中有一檔很喜歡吃的 我記得就是賣米粉 有些咖喱汁這樣下去的 最便宜的那些 我記得不知一元還是兩元 有一碟 即是一碗仔的咖喱 即是米粉 那米粉也很寡的 那怎麼吃呢 他其實就有這些 加了一些咖喱醬 就已經很好吃了 那當然你富貴一些 你可以加魚蛋 加豬皮加菜 那當年我沒有那麼富貴 我通常只吃只吃米粉 但是有了這些咖喱汁 就很好吃 但是怎麼做我這麼多年都不知道 直到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我挺喜歡去澳門的 就算賭業還沒興旺之前 其實我比較喜歡以前那種澳門 因為很有小成歐洲風味 很寧靜的 其實尤其是去到露環 談宮廟的時候 黃昏非常之舒服的 我最喜歡看 鍾偉文說 在澳門到處找食 其中一間他介紹就是黃都酒店 黃都酒店旁邊有個斜路 就有一間茶餐廳 那間餐廳出名吃牛蜜 牛蜜公仔麵 等於你吃一餐肉公仔麵 不過它有牛蜜 牛蜜也炆得挺好吃的 那這間餐廳的特色就是 每台就有一瓶這些 咖喱油在這裡 任你加的 我初來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吃開那個牛蜜 加了一點 加了一點 然後就發現很好吃 然後我就看那個標籤 其實澳門到處都有賣的 它叫咖喱油 都經常去買回來 在家裡煮麵吃的 這裡譬如說悶悶的 或者你不想正式煮飯 你煮個出前一丁 這裡出前一丁不是很貴的 幾元一包 就在超市 煮個出前一丁 你下一點味粉也可以 不下其實都可以的 下一點麻油 跟著最尾呢 就煮一殼這些 就是咖喱膽 它叫做咖喱膽 澳門叫做咖喱油 那煮下去呢 就真的非常好吃 不加菜都覺得很好吃 那不是說吃這些很健康 不過你偶爾也會吃一點點 所以你只吃公仔麵 其實都不是很好吃的 加一點點 味道真的相當不錯 這個呢 我就在土瓜環 有個 就是土瓜環 有個 就是土瓜環 有個叫做照成號 賣一些香料 很舊式 我記得裡面有隻貓 其實 那記得呢 是咖喱膽 那我初來呢 撿了一瓶咖喱醬 那我問老闆 咖喱醬拌麵 可以不可以 他說現在咖喱膽 好一點 那真的沒有介紹錯 咖喱膽 真的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麼大瓶呢 就48元 那麼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另外呢 我又買了些什麼呢 那其實主要呢 我買了些海味 那樣的 那這邊呢 我覺得呢 比較難買這些東西 那我買了些 這些 瑤柱 那樣 那我買些小小粒 那我主要 又不是說要很大粒 那些 主要 希望呢 用來煲一下湯 那樣 那可以 另外呢 有些時候 我們以前在家 都很喜歡自己做 EXO醬 那麼就把這些 弄軟 接著 撕到一條條 接著呢 就自己做一些 EXO醬 可以用來鬆飯 那麼 過年呢 就是點蘿蔔糕 那樣 各樣都很好吃 所以我就買定一點 這些 做醬的話 大粒小粒都沒有所謂 那另外呢 我都買了一些 這些 這些 乾的裸頭 那樣 乾裸頭 就是 我也是聽 Winterster 認識了一個 香港人朋友 就介紹我去買 那樣的 那他說買這些 用來煲湯 就是很甜的 那這樣 那這裏買新鮮裸頭 都挺難 買到也不會便宜 那他就說 很好吃的 那我也是 買些來試一下 那另外呢 就是重頭戲 我買了一個 這個 那 那 這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給大家看清楚一下 這個呢 兩面要 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呢 見不見到 見不見到大家 這個呢 是一條 馬有鹹魚 一整條 馬有鹹魚 那樣 那這條 馬有鹹魚 那我就在上環的鹹魚欄賣 即是海味店賣 那樣 那很有趣 我網上搜尋都知道 他可以賣 那我就特地去上環那裏 那這間呢 就在那個 上環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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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巧這麼巧特地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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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得回 因為這邊的鹹魚真的沒有什麼選擇 可能有些油泡 其他就真的沒有很多選擇 這些梅香鹹魚 我上次也說過 如果是來蒸 或者是會做蒸肉餅的話 真的非常香 當然我還未煮 我也要摸索一下怎樣煮 煮得到的話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這裏這麼大條都是兩百多元 不過要冷藏著 如果大家回香港想買回來 買向外國的話 可能最尾才買 或者你要確定 還未回來之前 要有雪櫃冷藏著 這樣才行 那就不會壞 還有叫老闆釘兩個膠袋 他本身找兩個膠袋封住 否則味道很厲害 最尾介紹兩間平民食市 其實都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在葵中廣場 葵中廣場地下 葵中廣場地下 有一間我吃了很多年 就是孖寶車仔麵 孖寶車仔麵 孖寶車仔麵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滷水 我女兒最喜歡吃滷水雞腿 雞翼那些 她回香港的時候 特地去買 我喜歡滷水豆腐 非常入味 那些車仔麵都很好吃 有些咖喱醬 沙爹醬 籃汁 混合 相當好吃 現在其實都不便宜 這些車仔麵 不過這間都很旺 味道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另一間 就是剛剛在這個孖寶隔離 就是我小狗介紹我的 那間叫做 街記冰室 其實說冰室 早午晚餐都可以吃 那我和我舅兒今次去吃過 就是早餐 早餐 早餐又 相當豐富 那你說都是很簡單的那些東西 就是三文治 雞蛋 那時候有些些扒餐 那些 那些 但是呢 就算簡單都好 那選擇都算OK 就是都足夠的 那還有最重要呢 他每種呢 都做得出些茶餐廳那種味道 那晚飯呢 就更加好些 晚飯呢 其實都不貴的 那就是一個餐 比如一個菜 一個飯 就是有個菜 那那些 那如果你說家常 你又不想煮呢 那其實叫兩個 就是兩個菜 就是兩個這餐 或者三個這餐 有三個菜 一家三四個人 其實都夠了 那比如它好吃的 比如有一個 蒸白鮮 那我外母很喜歡吃的 那有一隻呢 就是 蒸黃立蒼 那就是士汁蒸黃立蒼 那黃立蒼 那它呢 就是比較新鮮 吃下去 這邊其實都有黃立蒼 不過不知雪了多久 那不過它那隻呢 真的比較鮮 那另外呢 夜晚那裡有些 扒餐呢 就相當之豐富 肯定好過大X-Log那些 那其實還有很多菜可以選擇的 那大家呢 可以去摸索一下 就是每樣呢 其實它都做得相當 就是叫有水準 那變成呢 就可以吃得回那種 就是古早味 就是那種原始的味道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那我現在又搬了新屋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看我新屋的話呢 那留言告訴我 或者有一次我弄好了之後呢 那我又拍給大家看 那請你繼續支持我的頻道啦 那如果你覺得看了我的醫學片有用的 那歡迎你來這裡用 Youtube的超級感謝功能 就是這條片呢 下面有個按鈕 叫超級感謝功能 就表達你的支持的 那留言啦 點讚啦 那還沒訂閱的朋友呢 按下個訂閱鍵 按下個鐘仔才走 下次再見 拜拜 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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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